我覺得如果奧運裡面 有一個項目叫做情樂的話 我覺得台灣人絕對是得金牌 Yes But Never mind 但是就算看起來失敗 他最後沒有陪你去 但是 你還是可以令到他覺得愧疚 好像我做錯的事情 好像他真的在逼 但他為了不想讓自己變成壞人 他就用N就說 沒關係啦沒關係啦 你們就去做你們想要做的事情 但我已經跟你說了 我的不開心 嗨 我是諾文 我是闖威 今天這個就是一個新的系列 叫做 開跟How to see 那這個see 什麼意思 watch 觀察 因為畢竟我們兩個已經在台灣生活那麼久 所以我們對台灣有很大的熟悉程度 所以我們在這個系列裡面 把我們的觀察性的講出來 比如說 對於台灣的一些特質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 第一集 要跟大家分享什麼咧 可能會被爆 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 情緒勒索 簡稱 情樂 我覺得如果奧運裡面 有一個項目叫做情樂的話 我覺得台灣人絕對是得金牌 先不要抨擊我 各位 我都是有根據的 那我們請這個馬來王子 跟大家講解一下 什麼叫做情樂 我是那個台灣人的研究者長 情樂 我覺得就是字面上 還是情緒勒索 勒索我們可能會想到 是可能用刀啊 用槍啊 這樣勒索你 沒有 他們是很高階的 無形 無色無香的情緒這樣子 讓你做一些 迴避你一緣的心情 那為什麼台灣人 特別喜歡用情樂呢 台灣人 有一個 很特別的循環 一出生 就被爸媽情樂 長大 另外一半 男女朋友什麼的 然後就 情樂對方 然後到有小孩之後呢 他們就 情樂小孩 喔 難怪我們會得金牌 因為我們一直訓練 從小訓練到大 對 那他們有一套公式嗎 完全 因為我為了要救我自己 所以我研究了一個公式 來把你的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簡單 它就是三個英文字 Y B N Yes But Nevermind 是 但是沒關係 對對對 是不是這樣組合起來 就有點情樂的感覺 呵呵呵呵 那我們今天呢 就準備了三個案例 到底有沒有用 常委所說的 YB 這樣的公式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一起吃晚餐吧 我看有一間那個海邊的餐廳 它那個view還蠻漂亮的 喔 我先pass好了 我最近錢真的花太兇 我也下次好了 我想說有點累 想要回家休息 喔 好好啊 沒關係 我們也可以陪你吃啦 沒關係啦 沒關係 我們就 所以我 各自自己吃就好啦 我本來是想說 就是都已經開車出來玩了 大家可以一起去吃個飯什麼的 平常我也沒什麼朋友 他就 想說可以跟好朋友出來 然後 就是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我自己有壓掉了 沒關係 我們就各自吃就好了 你這是一個朋友關係上的情樂 但是我看起來是不是也沒有成功啊 這個就是一個很刀聲的學問 什麼意思 第一種成功就是你讓對方做你要做的事情嘛 但是就算看起來失敗 而他最後沒有陪你去 但是你還是可以令到他覺得愧疚 好像我做錯的事情 對… 對… 情樂他會有營造一個氛圍 好像領域展開的感覺 對… 情樂展開 你知道嗎 他已經表達完了要一起吃飯嘛對不對 然後他們說 喔 不行耶喔 不要這樣子 突然有個靜默 那個靜默就是你剛剛那個 你剛剛說的那個公司他有用到嗎 完全用完 哈哈哈哈哈哈 一開始就是yes嘛 喔 好啊 好啊 不管對方說什麼就說 好啊 好啊 讓對方覺得說 喔 OK OK 沒有問題了 然後他就突然就殺出一個 BUT 但是… 我很想要跟你們一起吃飯 想說你們是我的好朋友 難得見面之類的 然後最後 為什麼他要用N呢 如果他只有帶Y跟B 然後停在B的話 就很像他真的在B 但他為了不想讓自己變成壞人 他就用N就說 喔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你們就去做你們想要做的事情 但我已經跟你說了 我的不開心 他說他有壓掉一些東西 啊 對 對 對 哈哈哈哈 壓掉什麼 很難壓 很難壓這樣 那情樂這個東西是 任何關係都可以用得上的嗎 完全 我覺得任何 朋友嘛 情人 同事 家人 你跟你的狗和貓都可以吃 狗 貓也可以 狗是可以 那我們下一個片段呢 就是要來看 情樂裡面的第一名 就是你的情人 來看 這樣轉耶 所以我就沒有 我現在沒辦法 寶貝 妳要睡了嗎 我想睡覺了 妳要先睡了 好啊 那我晚點再睡 妳們要跟我一起睡喔 我想說我們很久沒見了 我想再聊一下 喔 好啊 沒關係啦 那 妳們聊 妳們聊 對啊 所以我之前 我本來想說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見 然後遠距離 然後 今天可以一起過夜 但沒有關係啦 反正妳跟 朋友也很久沒有聊天了嘛 沒關係啦 我 我現在收一收 然後我就進去好不好 喔 沒關係沒關係啊 反正妳 妳跟朋友也很久沒有聊天了嘛 對啊 不關 不關 那個女生很漂亮耶 妳現在就是渴望愛情到一個瘋狂的狀態了 單身太久了 喔 那我問妳 那那個YB很怎麼樣 那個Y呢 她就是先說 喔好啊好啊 那妳們聊妳們聊這樣子 我先認同妳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都不會贊成她 她那個展開什麼都展開了 就是她說完了 妳們慢慢聊 但她不懂 她們要回房間喔 然後妳知道那個眼神一秒就變了 BUT就是在那個點這樣 跟那個音樂之下這樣 情人在用那個BUT的時候 她的心裡面都會有這個音樂 但是如果她停在這裡的話 她的朋友可能就會覺得說 不行啊 這個男朋友不行啊 所以她就是補了一個最後的電話賣引這樣子 沒關係啦 那妳們很久沒有見了嘛 這好像她為妳們著想 對 對 那情樂這個東西啊 在哪一個關係裡面 成功率比較高嗎 我覺得越親密的人 成功率就越高 因為如果你跟這個人越不親密的話 你越可以拒絕他 情樂除了是情緒勒索 也是情感勒索 那我們還有第三個案例 這一次試試看 由我來去分析它好不好 好耶 那我們就來看看第三段 昇薇 妳要下班了喔 差不多啦 喔沒有啦 我想說 妳今天可不可以幫我加一點點班 我要跟我爸媽吃飯 喔 但我也約了朋友吃飯欸 喔 跟朋友吃飯不錯啊 其實我很久沒見到我爸媽了啦 他們特地從南部上來看我 我想說上次也有零食幫妳加過班 可是那一次我 不 好 沒有關係啦 沒關係啦 真的沒關係 我就叫他們 不可以吃好了 就當作他們高鐵一日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我幫妳拉 我幫妳拉 那資料妳再傳給我喔 真的嗎 謝謝妳耶 謝謝 妳要想要講什麼話嗎 我來看看她那個YBM在哪裡 好 她這一次的情樂的目標呢 就是要幫她加班 然後她都先yes 喔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跟朋友吃飯很好啊 很開心啊這樣子 她就認同了米 她BUT 她那個一首詩一出來 請了Tenikai 音樂也突然爆出來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我之後可能情的人的時候都會有這個音樂出來 哈哈哈哈 爸媽從南部上來找她 而且她也說很久已經沒有見到她了 重點字很久沒有見到她 特意上來找她 前台詞是說 你也有爸媽 你應該懂我的難處吧 到了最後 Never mind 喔沒關係啊 就當作是 高鐵一日遊啦 哈哈哈哈這樣子 布宜先生好像開了一個小玩笑 去把這個尷尬的氣氛帶掉 但他其實這招是怎麼樣 把這個尷尬的東西丟給妳 你們的關係那麼的不親密好了 你也會感受到那個責任在裡面 所以就會說 好啦好啦我幫妳 抓到精髓 YBM精髓 哈哈哈哈 但其實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因為我剛剛說了 同事情最容易拒絕的 那為什麼影片裡面 他還是會得逞呢 就是因為 台灣人另外一個特質 爛好人 對很容易心軟 知道自己不想 但是還是因為被勒到了 所以我就 好算了算了 我覺得就是因為回到最遠處處中 就是台灣最美的風景 就是人情味這件事情 就是人情味這類的東西 就是像一個雙面刃的感覺 有好 他對每人都好 有壞 就是很容易被勒到 也是很容易去做一些 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不會講出來的 喔你這個很精闢耶 我覺得是這樣才有這個勒的發生 因為我覺得其實台灣人的那個心思啊 他們都比較單純 像對於很多其他國家的人 但他們這個單純就很容易 要麼都是一片光明 要麼都是一片混濁 不是說很壞心腸這樣 可是可能就會被利用到 以上呢 那這是我們對於台灣人情呢 這個的觀察的一些小小的分享啦 那也謝謝我們的馬來王子 AKA 台灣人分析家 昌威 Dr.Chang 哈哈哈哈哈哈 你們還要想要看什麼的話呢 小白人去哪裡 我媽媽沒有拍完耶 小包 喔沒有啊 我 我等一下還有事啦 我要先走了 我沒事啊 反正每次都我的問題啊 我要先走囉 我們聽說 我請你 我請你 我爽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